你曾经被困在机场过吗 你检查了你全部的社群软体 并且传讯息给所有的朋友 然后你看到了一个恐怖的讯息 剩余电力10% 你找到最近的充电站 把手机插了上去 就这样 你成为网路攻击的受害者了 这被称为充电陷阱 Juice Jacking 这是公共场合的真实风险 卖场 机场 旅馆 以及美食街 甚至是大众运输的充电站 都可能隐藏着 让你的资安有风险的动销 这是怎么运作的呢 嗨客呢 首先在公共充电站 安装了特别的城市 然后任何把手机连上去的人 他们的装置 都会立刻安装 那个可疑的软体 我们来看看你的USB充电器吧 普通的USB头里面 有4到5个插帧 其中只有一个 是用来传送电力的 其他呢 则用来传输数据资料 多数的新型手机的资料传输模式 预设为关闭 但有些旧型的安卓版本 就容易被害了 而且有些人可能是之前 不小心在设定里面 启用了资料传输 当你把手机给插入电脑的时候 电脑会询问你是否信任此装置 可是数据透过充电站传输的时候 你是不会意识到的 一旦连线建立了 主要的风险有二 第一是资料盗用 当你连上了被破解了的连接部 罪犯就能够感染你的装置 并且偷走你的资料 有特别的程式可以让他们 检视你的档案以及应用程式 你的信用卡资讯啊 登入啊 以及密码 以及其他的个资 全部都能够轻易地破解 这通常足以让他们获得 你财务账户的完整存取权哦 另一类的危险是被安装恶意软体 这种软体可以把你手机里面 所有的资料 复制到罪犯的装置上 安装的应用程式 也可能收集你的资讯 例如说你的GPS定位动态啊 购物 社交媒体活动啊 还有相片 简讯 电话等等 或者有一天你可能起床 发现你的手机锁住了 上面还写着 寄钱到这个账户去 以解锁你的手机 另外一个风险呢 是广告软体 你会看到讨厌的宣传广告 出现在手机的每个页面上 最糟的呢 是看不到的那种 趁你回家同步手机的时候 下载到电脑上 那么 你要如何保护自己呢 首先呢 你要避免使用公共充电阵 提升电量比例能见度 限制应用程式用量 并且检查哪些应用程式耗掉最多的电 就算你没有开它 养成在家里 办公室车上充电的习惯 这样就永远不会发生 你人在机场 手机却没有电的状态了 但如果 你的手机电池状况不太好 或者你一直使用手机 请你携带普通型插座充电器 你要是看到手机几乎没电了 只要插上自己的那个充电器就可以了 用这个方法 就不可能传输资料 或者伤害到你的装置了 或者你带个小型行动电源呢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哦 你可以选个设计可爱的 带出门 就不用担心你的手机安全性了 要是这些都不行的话 我还有一个解决方法 把你的手机放下 读本书 强人所难吗 那首先 在手机上面安装一个 优良的防毒软体 对了 那个不容易察觉 又可以摧毁电脑的病毒年代 似乎感觉已经过了 但并不表示 你的手机没有风险 安装一个优良的保护软体 不会有坏处的 你也能够找到实体保护 小型的USB扩充基座的作用 像是USB线和手机之间的小转接器 这些会阻止资料连接 只让电力通过 不过 如果你真的得使用公共USB充电器好了 那么你要怎么能够知道 你的手机被感染了呢 找寻这些迹象吧 看看你的手机运行的速度 如果你全新的手机突然间 只能够勉强装载应用程式 这就是警讯 而另外一种呢 是应用程式当机 或者是你的手机大白天自己随机重开机 这就表示 有背景程式在消耗装置的处理能力 可是你要记住 旧手机用了新的作业系统 也会让应用程式变得更慢 总之呢 注意突然的改变就对了 同样的 注意你的手机是不是过热 有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吓人的讯息写说 请带手机冷却后再使用 这可能单纯是因为外在温度过高 而导致你的手机升温到危险的程度 或者是因为你玩了你爱的游戏太久了 不过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手机被感染了 一样 麻烦你注意 你的装置行为的突然变化 电池的电力无预期的改变 也可能指向未知的威胁 如果你锁定手机 放进包包的时候还有50%的电 在一个小时候拿出来却只剩下20% 这肯定就是不对劲了 可是最漏信的信号是 跟你毫无关系的手机 或者数据资料的用量变化 如果你在手机设定里面看到意外的改变 尤其是隐私设定 这就很显然是有人存取过你手机的信号 定期的检查你的资料用量统计 如果你看到1到2GB的量 突然用完在你没做的事情上 你就应该担心了 你若是注意到类似的事情 在装置上寻找你不记得装过的应用程式 多数间谍软体看不到 不过有时候看起来 像是自己安装在你手机上面的普通应用程式哦 以这种情况来说 你要先把手机恢复到出厂设定 然后更新你的应用软体 开发人员不断地把手机的安全性升级 最后 安装防毒软体 这个能够侦测并删除病毒 清理你的装置 但公共充电站并非网路犯罪 唯一能够在公共场域里面 骇进你装置的方式 你知道 他们可以透过公用的Wi-Fi 偷走多少资讯吗 你每次连接到公用网路 你所做的每件事 骇客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连接并非安全的 所以他们可以轻易地拦截资讯 因此 请记得这些简易规则 使用公用Wi-Fi的时候 不要输入各资或机密 敏感的资讯 包括银行资讯啊 社群媒体啊 以及电子邮件密码等等 安装并且使用能够让你安全连上网路的VPN程式 通常这些要花钱啦 我懂得 不过知道自己的机密资讯有受到保护 那是最好不过的啦 可能的话你就申办一个上网吃到饱的方案 这是一个简单又迅速的做法 在手机上面开启无线基地台 这样的话呢 你就永远受到保护啦 最后关闭你的档案分享 这个在Mac或是Windows作业系统上面 都是按几个键就做得到的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资讯以及工作 能够防御骇客啦 还有别忘了 有机会试试看 看书阅读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哦